中华大地上的三条龙脉,如今已被斩断两条,后果真的很严重,周星驰版电影《鹿顶记》中有一个情节,天地会总舵主陈济南,费尽心机要抢,四十二张经,想要找到并企图摧毁满清的龙脉,电影结局,唯小宝在龙脉中大战风稀饭,最终发现,原来满清的龙脉,其实是一个藏了无数金银财宝的大仓库,这种解说自然是荒诞不惊的,龙脉与金银财宝并没有什么关系, 而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山脉走势与封建王朝气运的对应关系,鬼吹灯之龙领迷哭中,盗墓三人组在选定墓的方位之时,会看看地形风水中有没有龙脉,在我们的印象中,好似每个朝代甚至每位皇帝的陵墓都坐落在龙脉之上,那么,中国到底有多少条龙脉呢?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龙脉居然也有家谱,一干三宗是什么,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实际,不过当时的说法并不是龙脉,而是地脉,这个概念,与秦朝末年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蒙田有关,话说当年胡亥抢了扶苏的地位,对扶苏的心腹蒙田不信任,赐其自尽,蒙田死前说, 我最大的罪过,在于率兵修筑长城,从临陶到辽东,挖了万语里的山,肯定挖断了大秦的地脉,这里所说之地脉,以引然与后世的龙脉理论有所接近,那么龙脉是什么呢?本义是指山川的形式,气象,脉络等,原本是堪于学上的概念,阴阳二宅全书,云,地脉之行指起伏约龙,地理大成,山法全书,又云,龙者和,山之脉也。 在堪于学家认为,华夏大地的龙脉,一共有一宗三干,一宗,就是指天下龙脉之宗,昆仑山,天下万山万脉,皆发端于龙脉,祖庭昆仑山,唐代杨军松,青南海角经说,山之发根脉从昆仑,昆仑之脉,枝干分明,秉之若武器和诸武行。 这个理论,我们都知道,与我们中国三大阶梯的地形是相符合的,位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脉,于古代典籍所说,昆仑山虽不能完全对等,但比喻为,万山之源也是合理的,三干,就是说从昆仑山龙脉延伸出来的三条主干龙脉,第一条干龙,顺黄河东下,经甘肃,陕西,山西,河南,山东而入海,关系中原王朝运输,甚至于全天下的命运。 第二条干龙,由昆仑山发脉向东北行,过河北至海而止,随地开凿大运河后,风水家认为,大河打穿了阉山山脉,破了低干龙的脉气,使第二干龙秀气挺发,以至于自安禄山之乱后,战火不断,翻阵割据,五代兵星。 两宋江域萎缩,又有辽,原,青少数民族入主大统,皆从此崛起,第三条干龙在南方,自昆仑发脉而至福建,浙江,广东等入海而止,历代王朝的龙脉在哪里? 如果按照每一个王朝,就有至少一条龙脉来计算的话,从下朝开始算,中国历史上至少有24个王朝,那么中国就至少有24条龙脉。 按照王朝来看,各个王朝的龙脉又都在哪里呢? 皇帝的龙脉在中原黄河流域,也就是太行山在河南西北的渔脉,至黄河而止,现在搞炎黄祭祖,地点选在河南郑州,倒也合乎其理,大宇的龙脉在今天四川汶川县的九龙山,商汤的龙脉在黄河流域,周朝的龙脉在齐山,这些远古之龙脉,因为缺乏相关资料之称,就不必多说了,秦朝的龙脉在咸阳, 乃是龙山山脉与秦岭的交汇之处,秦人于龙东木马数百年,龙兴于此,与此同时,中龙龙脉也受到了秦始皇的密切关注,这条龙脉起始于昆仑山,向东延伸至富饶的江浙地区,自古以来,这里便是帝王将相们争夺的焦点,秦始皇的都城咸阳,便位于这条龙脉之上,他深知自己的基业稳固,离不开龙脉的庇护,然而,南龙龙脉的威胁却让秦始皇寝食难安,南龙龙脉起始于 昆仑山,向南延伸至福建并入海,这条龙脉上的百越地区,地势险要,民族众多,对秦朝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,秦始皇决定亲自南征百越,意图一举平定这片土地,并镇住南龙的龙脉,他率领着强大的军队,踏上了南征之路,一路上,他们翻山越岭。 跨江过河,历经千辛万苦,在征战过程中,秦始皇开凿了陵渠,这条人工运河不仅解决了军队的运输问题,更在风水学上起到了镇住南龙龙脉的作用。 当陵渠竣工的那一刻,秦始皇站在岸边,眺望着远方的大海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,然而,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,尽管秦始皇斩断了北龙和南龙的龙脉,但他的秦朝却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十三年,便走向了灭亡,这其中的原因,除了民怨沸腾,六国残党未消之外,更在与秦始皇逆天而行,强行斩断龙脉的行为,触怒了天意,蒙田所说的挖断地脉, 指的似乎是整个华夏大地的默契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汉朝的龙脉在沛县,芒荡山一带,汉高地出身于此,晚年仍然说,无岁都关中,万岁后无魂魄游乐斯沛。 西晋的龙脉在河内温县一带,太行山的芝系,温县是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个地方,与司马氏皇族联系非常紧密,不仅西晋时重要,就连南千健康之后, 乃至南北朝时代,温县仍然屡出司马氏名人豪族,隋朝的龙脉在鸿农,唐朝的龙脉在长安,龙溪,太原,隋唐的历史渊源都与西北大有关联,隋朝脱名鸿农, 实际与唐的先祖都出自关聋,太行山脉是北方砥柱,龙脉雄旗俊尾,故而国家气象也是古代的巅峰,宋朝的龙脉在开封, 龙溢,洛阳一带,中原山少而低,龙溢以西才有雄尔山脉,但大都不甚高峻,宋朝国势之弱, 也是后世有目共睹的,元朝的龙脉在蒙古高原,明朝的龙脉在安徽凤阳,清朝的龙脉在东北, 元清两朝的龙脉超出了三大干龙的脉络,特别是清朝在东北的气脉, 可以说与西北的昆仑山脉基本没有关系,但这正代表了华夏文明强大的扩张力,将气韵相似于伸展, 当然,这些都是大致的范围,其实龙脉的具体位置是很难确定的, 这是因为龙的活动范围是变动不定的,并且大多数龙脉都是依山傍水而生的, 龙脉可不是封建迷信,鬼吹灯中湖八一三人组勘探地势, 有一套规则,用罗盘,标尺之类的工具,对施山川,林木,星斗方位一顿观测, 八九不离时,就能找出一座大墓,这种场景当然不是湖边乱造, 古人不论银巫语,选定万年吉地都有一定的风水规则, 湖八一也是按这套原则来探幕,所谓按图所计,自然能屡屡成功, 龙脉与王朝都城的建设也是紧密相关的, 定龙脉是建成的首要原则,龙脉不是随意可循的, 定龙脉要望式,查记,变形,观色, 即要求山脉具有深度,广度,有营绕之气。 元,明两代定都北京就是如此, 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北干龙, 这条干龙是天下最长的龙脉, 它起首发自昆仑山的中脉, 延绵数千里至于田, 历经浩瀚的大海, 初一入社,又经万余里, 到达雁然山处, 又向东行数百里至天寿山, 好像万马自天奔腾而来, 龙脉便凝结于天寿山, 中国人讲究一脉相承, 故宫的龙脉起自昆仑山, 昆仑山接连天上的元气就四气上通天, 那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, 按道家之说, 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, 它是一切存在物生命过程的能量, 有了元气就有生气, 那么北京城及故宫就会充满生气, 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, 气是反本归原, 从这个角度上看, 龙脉理论与道家的哲学系统有共通之处, 即气是万物之源, 亦是万物之本, 不光城市建造, 都城选择深受龙脉思想影响, 中国的传统山水化也打上了深深的龙脉烙印, 我们普通人看山水化, 都能分得出好坏优劣, 过于写实的画。 在山水化中都是下诚之作, 真正有质量有水平的, 大多是艺术化改造过的山水样貌, 比如宋朝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, 放宽的西山行旅图, 包括现代国画, 江山如此多焦, 我们能看出来好, 好在哪呢? 就在于不同程度参照了龙脉相关理念, 早在东晋时, 著名画家顾凯之就意识到事物空间关系的内在精神, 已有了龙脉的朦胧意识, 顾凯之的画云台山记, 直接将生缝, 白虎, 画于山中, 形成某种特定的气氛, 清朝王元旗, 总结历代画作规律, 正是把龙脉理论引入了山水化理体系, 大体就是说, 作画应从大气氏, 大布局着眼, 从主字, 虚实, 开合, 提用上剖析山水形式的精微变化, 这就使山水化章法更加复杂, 精妙, 立体, 龙脉潜伏于地下, 就好比宇宙间的元气注入人的身体那样, 山乃龙之士, 水士龙之蟹, 山环水豹之地都是风水宝地, 即便是抛开风水学, 龙脉说的观念不谈, 任何人在这种山起水秀的环境中成长, 生活都未免不是一种和谐和乐的享受,